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富庄 这个冬天气候的变化相当不寻常 北美洲和东北亚都遭到暴风雪的侵袭 寒冷的天气让你感觉到好像生活在冰箱里 而为在西欧的英国 则是面临数百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损失相当惨重 而国际社会相当关注的叙利亚第二次和平会谈 在这个礼拜举行 能不能谈出个结果 让叙利亚人民恢复安定的生活值得观察 而国际上打击组织犯罪的行动 传出了好消息 美国和意大利警方合作破破了组织犯罪集团 黑手党的贩毒计划 博得相当多的掌声 最后我们要为你介绍一家相当特别的DIY面包店 这家面包店开在安曼市区相当受到欢迎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英国的世纪水灾 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 受到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的影响 气候上属于海洋性气候 首都伦敦因为气候潮湿多雾 再加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大量燃烧煤炭以及汽车排放废弃的关系 使得伦敦的空气品质不佳 常常有雾气的出现 因此伦敦又被称之为雾都 而自从去年12月开始 英国就连续遭受到暴风雨的侵袭 使得防洪设施难以消化造成严重的水灾 损失相当惨重 而今年1月份的降雨量更是248年来 降雨量最多也是最潮湿的一个月 泰雾四合的水位不断的破纪录 前几天还发生溃体的不幸 很多河岸存症则被大水给淹没 而更糟糕的是 这次大水已经逐渐逼近西斯罗机场 我们都知道西斯罗机场 是全欧洲载客量最大的机场 因此一旦大水来袭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根据英国官方的估计 这次的世纪水灾 已经大约造成6亿300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坏消息 因为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报告 未来几天恐怕还会继续降下大雨 而为了降低水灾的损失 伦敦市政府已经关闭了 泰雾四合的防洪杂 首相卡麦隆也紧急取消 下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访问 以便坐镇指挥整个救灾行动 河水溃堤 泰雾四合谷变成一片汪洋 首都伦敦附近的萨里郡 妈妈抱着小孩坐着小船 离开家园 还有人搭乘军用卡车 在士兵的协助下涉水撤离 至早上5枣 就算了 就像沿路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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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回到黑鸡 248年以來降雨最多的1月 進入2月以來大雨還是不斷 西南部的薩莫塞特郡 淹水已經超過1個月 英國環境署在英格蘭東南部 以及西南部的16個地區 發佈危機生命的水患警戒 中部到南部就有100多個地區 列入洪水警戒範圍 另外還有200多個地區 可能會發生洪災 由今倫敦的泰污市河 水位創下1980年代以來的新高 而且還在持續上漲 距離首都倫敦32公里的泰污市河段 在10號潰堤 周邊的小鎮全部都被淹沒 東南部泰污市河谷地區 包括倫敦附近的伯克郡和薩里郡 都成為洪水的重災區 當地已經有大約1000戶人家被迫撤離 災區附近的小學教室 也變成緊急救災的物資儲備中心 政府協助伯克郡的災民撤離 眼看身家財產全都泡湯 民眾無奈地流下淚水 我們沒有遇到任何事 我們完全沒有遇到任何事 我們真的需要幫助 我們真的需要幫助 伯克郡的雷斯伯里村 距離倫敦市中心只有大約25公里 國防大臣韓蒙德在當地視察災情時 救援志工當面向他要求更多軍力救援 我們需要軍隊 我們昨天說過 你不要太嚴重 金融擬員不要太嚴重 你為什麼要你解釋 我們正在需要 英格蘭南部地區 每逢大雨幾乎都會淹水 救援卻此時不到 災民苦不堪言 有人質疑政府為了緩解經濟壓力 實行准結措施節省經費 沒有花足夠的錢 疏通河道淤泥以及建設防洪設施 受到水災影響 泰烏市和沿岸房價應聲下跌 專家指出去年12月持續到今年1月的水災 造成的經濟損失將近314億台幣 如果暴雨持續到3月甚至4月 經濟損失有可能上看500億台幣 英國首相卡麥隆10號親自前往南部災區 示察災情 面對質疑聲浪 卡麥隆表示當務之急是解決問題 並且承諾要把災後重建預算無上限提高 卡麥隆原本計劃要在下週訪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成為2010年上任以來的首次訪問 只是國難臨頭 行程也只能臨時取消 留在國內全力救災 首先我會繼續進行國內全力的回應 由政府的緊急組織組織 Cobra 正在下週訪射了我的訪問 正在下週訪問 我今天向首席主席 Netanyahu 和總統阿賀斯 但沒有任何關於這些災難 英國氣象局表示 南部地區12號又有一場暴風雨侵襲 12個小時之內 雨量就超過整個月平均雨量的一半 大雨還將伴隨時速高達145公里的強風 相當於中度颱風等級 甚至還會下雪 英國政府攻擊神經 防止災情惡化 英國環境署透過警察和志工的通力合作 發放超過2萬個沙包 幫助災民防堵新一波大水來襲 災情最嚴重的薩莫塞特郡 更出動政府從荷蘭購買的大型抽水機 希望能讓大水早日退去 今年來英國經常出現異常的天氣 譬如說2012年的夏天 就曾經出現反常的雨勢 讓倫敦奧運會差點受到影響 然而去年冬天 卻因為雨量不足 而發出了乾旦警報 這種極端的乾濕變化 讓英國政府感到相當頭痛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的第二次會談 在聯合國的斡旋下 敘利亞交戰雙方在這個禮拜一 也就是2月10號 在日內瓦展開為期五天的第二次和平談判 雙方代表抵達日內瓦之後 就分別和聯合國與阿拉伯聯盟特使布拉西米 舉行閉門會議 這次會談的重點在於 如何停止長達三年的敘利亞內戰 但是交戰雙方的談判立場 差距甚大 因此不太可能談出個什麼好結果 對於目前的僵局布拉西米特使 也感到相當無奈 不過有一個點值得觀察 國際社會目前對於敘利亞的問題 幾乎都是把希望放在日內瓦和談上 這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希望透過外交途徑 來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思維 當然如果能夠外交解決這場內戰 那是皆大歡喜的事 但是情況並不是這麼樂觀 根據我們的觀察 當國際社會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日內瓦和談時 無形之中給了阿塞特更多的自主空間 在沒有西方壓力的情況下 阿塞特的攻擊行動更加猛烈 例如敘利亞西部工業大臣 荷姆斯炮火連天 人道危機嚴重 百姓逃之夭夭 整座城市已經變成無人居住的空城 國際社會這種只重視和談 忽略繼續施壓阿塞特的戰略 應該要進行檢討 一棟建築物毀壞揚起塵 鏡頭跟著畫面外從天而降的黑色物體 突然間地面建築物被炸彈炸成碎片 白色的粉塵加上焦黑煙霧 讓整個城市籠罩著速殺氛圍 鏡頭回到地面 這裡是敘利亞古老城市阿勒坡 遭受轟炸的建築物一半幾乎不見 敘利亞政府為了打擊被反對派佔領的區域 從2月1號開始使用破壞力強大的油桶炸彈 反對派表示光是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因戰爭死亡的1900人當中 有800多人死於這種炸彈 政府軍使用的炸藥被控不人道 但敘利亞政府也指控哈馬省的農村小鎮馬安 遭到反政府勢力屠殺 敘利亞政府表示 反對派以斯蘭陣線當中的自由大敘利亞 對馬安當地的阿拉維教派少數民族進行屠殺 造成至少40人罹難 這是因為什葉派底下的阿拉維教派 是總統阿薩德家族所侍奉的信仰 但是一名接受記者訪問的當地反對派人士則表示 事實並非政府軍所說的那樣 反對派表示 除了一名女子因為持有炸彈殺害了兩名反抗軍 而遭到擊斃外 與他們對戰的人都是當地民兵 而非政府所說的民眾 無論事實如何 恐怕都已經讓日內瓦會議複雜化 這週末是最嚴重的一週末 我們沒有進行太多發展 一位同學們說我需要很多人的熱情 我可以有他們 所以我們會做到最好的 第二次针对叙利亚内战问题的谈判 1月31号休会一个星期 并在2月10号继续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 同时也是阿拉伯联盟联合国代表的布拉西米 担任主席 也在双方实际接触之前 分别与双方召开闭门会议 但结果令人挫折 日内瓦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会议进度 原本是要讨论如何停止暴力 星期三则是要来讨论过渡政府组成的议题 反对派怒控政府代表一直拖累进度 不愿配合讨论 政府代表则说 停止暴力就是要想如何阻止恐怖分子 并且认为反对派掺杂恐怖分子 而且叙利亚全国联盟推派的代表团 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反对派 一来一往的争论 让许多支持政治对话的人十分失望 但这并不代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丝成功 联合国车队还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 就被群起的民众团团包围 因为赫姆斯已经被封锁超过一年 他曾是叙利亚第三大臣 也是反对派起义的第一个据点 如今民众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一年来毫无救助 饥饿问题急需解决 趁着这次日内瓦会谈 联合国从中斡旋 希望和姆斯停火让居民离开 但是政府担心难民当中夹杂反抗军 执行严格的撤离标准 要求15岁以上 55岁以下的青壮年男子 必须留下来通过身份检查才能离开 联合国表示目前已经撤离1173人 还有297人正在接受身份检查 专家分析阿塞德的任期即将在今年结束 接下来势必会有新的变化 也许会是结束内战的新契机 法国总统欧兰德现在正在美国访问 他和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达成共识 要继续对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施加压力 以让中东能够早日和平 但是说得比做得容易 就让我们继续追踪下去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 美国和意大利如何联手打击黑手党 黑手党原本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犯罪组织 后来扩大规模成为国际犯罪集团 而在美洲活动的黑手党 大部分都是从事毒品买卖 然后转运到美洲和欧洲各地 最近美国和意大利警察 连而逮捕了20多名黑手党成员 成功拦截了一批准备运往意大利 市价高达10亿美元的毒品 这次涉案的黑手党是两个黑手党大家族 甘比诺家族和伯纳诺家族 他们都以血缘为基础 壮大组织的阵容 换句话说就是道道地地的家族企业 全家上下都是黑手党的当然成员 因此有一位意大利法官 为了防止这种家庭犯罪的蔓延 于是想出了一种与黑手党父母隔离的办法 让黑手党的子女慢慢脱离黑手党家庭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美国和意大利联手出击 新巧任务经过两年的酝酿 两国警方透过卧底和掌握通讯线路 在大西洋两岸展开隔海 追弃意大利黑手党的行动 价值七百万美元 藏身在热带水果货运箱的补科检 在美国FBI和意大利警方查气之下露了线 涉及跨国贩毒网路的黑手党成员一一落网 这次警方锁定美国纽约黑手党家族甘比诺 还有来自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的大型犯罪组织 勇者黑手党 甘比诺家族曾经呼风唤雨 是电影教父克里亚的原型 不过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势力 已经在执法单位持续围剿之下 逐渐被西西里岛隔岸的勇者黑手党所取代 勇者黑手党和意大利其他黑手党组织一样 主要都分布在纳布勒斯以南的意大利南部 不过位在卡拉布利亚地区 也就是意大利长靴鞋尖部位的勇者黑手党 近年来势力和影响范围 已经远远超过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黑手党 意大利勇者黑手党1990年代开始 利用来自于欧洲的资金 以改善当地生活环境为名 赤资15亿台币 打造日后成为贩毒转运港口的基亚陶罗港 从南美洲运来的毒品 占了欧洲骨科检交易的八成 成为勇者黑手党扩展犯罪版图的吸睛大法 勇者黑手党每年可以大把大把地赚进 超过1.8兆台币的钞票 组织当中三分之一的收入 又会再投入犯罪成为恶性循环 意大利勇者黑手党以手段毒辣 吸睛负责手段为名于世 当地政府官员说 他就像是一只巨型章鱼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伸出他的触角 用吸盘紧紧吸住 在意大利当地法庭 为了解决黑手党过度泛滥的情形 于是选择从黑手党的子女下手 破除暴力循环 希望他们成年之后 能够永远摆脱黑手党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谈谈 DIY面包店 在约旦首都安曼的商业中心 有一家非常特别的面包店 客人要吃的面包 可以自己动手做 非常客制化 这家面包店 以伊斯兰世界的英雄 萨拉丁为名 已经开业将近50年 全天不打烊 人潮络绎不绝 每天早上都有大批的民众 来这里享受轻松的早餐 然后再去上班 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城市文化 吸引了大批的外国观光客 来此亲身体验 民众拿了面包来到一旁的桌子 包上配料开始吃了起来 特别以为是谁家的厨房 还是哪间青年旅馆 这可是约旦首都安曼的面包铺 萨拉丁面包铺坐落在安曼的商业区 从1965年开始营业以来 一星期七天 一天24小时 全年无休 随时提供民众热腾腾的传统面包 只不过客人动口之前 必须动手先做 切开面包 剥掉蛋壳 撒上调味粉 还可以泡杯茶 各个进来的民众 像是把这儿当成自家厨房 这种新鲜的体验 有人才来一次就爱上了 面包师傅大力搓揉面团 最后捏成特殊椭圆状 再放进食摇烘烤 一个个手工面包的香气 让许多安曼居民 每天上午先到这 吃完早餐再上班 已经变成例行公事 萨拉丁的名声 甚至飘洋过海到国外 这种特殊的传统面包 源自于耶路撒冷 在中东地区被许多人 当作点心或是早餐 1950到60年代 许多约旦穷苦人家的小孩 为了贴补家用 或是存旧学基金 就在路上贩卖这种传统面包 小小的一间面包铺在当地屹立近半世纪 不止收服当地人的胃 现在也成了到约旅游 一定要造访的商店 家喻富小的家庭生活药品 曼秀雷敦软膏 商标上的可爱小护士 秀兰·邓波尔 在11号此事享受85岁 邓波尔过去 曾经是美国大小小时期 致命童心 6岁时就获得奥斯卡 12岁前更演出了超过40部作品 如今在加州自驾安抢过世 了解后人无限的怀念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